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不要乱乱去撬动沙巴 等一下哈基基他们带人走 带人走了之后他会有骨牌效应 拉更多的人走导致政府倒台 所以你不要轻取妄动 而且那时是两年前大选之后才刚刚不久 所以政府是更为风雨飘摇的 位置都还没有坐稳 他们刚然更不敢轻取妄动 结果是不是向我说中 我是独牌中医 大家都认为沙巴要变天的 我开一个直播我讲不会的 结果真的没有变 原因就是如此 大家都以为行动党一定会支持沙菲伊 因为行动党是用沙菲伊瓦利山的标志来竞选 来胜选的 我就跟大家说你不要傻 行动党只看利益 只听安华 不会跟你讲什么道义 不会因为我是用你的标志 我欠了你一个人情 我就会推你 我就会还你 不会的 当然我也不支持 我之前也有讲沙菲伊跟盲莫达合作 包括周选 不要为了胜选典当自己的原则 我一直都是这样子 当然可能没有利益 因为你跟他合作你可以做首长 你不合作就没有 但是在我看来 利益是不应该大过原则的 我一直都这样讲 所以我之前也有抨击沙菲伊 我都是这样 谁对谁错 我们都要是非黑白白中间 道义白中间 利益放两旁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抱持一样的看法 那回到这个沙巴政府集体案 现在已经三个影片出来了 然后哈吉吉的名字也被提到了 然后已经有三四位议员 州议员的名字被提到 然后这三四位议员的名字 都是GRS的议员 或者是瓦里山跳槽过去的议员 支持哈吉吉的议员 或者是巫统跳槽过去的议员 都是这三个category 当然包括哈吉吉自己 但很遗憾的 我们在上一个讲题也有讲到 就是政府包括法米 现在还一直强调 我们不会基于你任何保护 这一位商人 遥传是华人 遥传是巴汉人 非常年轻 不会基于任何保护 完全把它拒之于门外 这一点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情 完全错误的事情 你说我们不会给你免于罪责 但我们会给你证人保护 我们会给你污点证人保护 这是你应该给出的立场 我不会免除你给予贿赂的罪责 但是你可以讲公布过 我上一场直播已经讲过了 可是政府没有摆出 它是一刀切 我不会给你任何的保护 你来投案就是这样子 而且更可悲的是 更明显的一件事是什么 反贪会没有积极的去调查 到现在五位议员被问话 散散来 实在这个影片出来了 一两个礼拜之后才刚刚叫五位议员来问话 然后没有叫到哈基基来 这些议员这些影片里面都直接把哈基基的名字讲出来 哈基基是知道的 哈基基知道怎样分 哈基基知道谁支持他 谁给他最多 他就会给他最大的回馈 他心里都有数 然后也有讲 他答应给两个最终给一个不过一个也足够了 license本来讲哈基基要给两张 最终只给一张 然后有提到哈基基只给一张就足够了 这样哈基基是重大嫌疑人 他涉及到这个贪腐里面 哈基基还可以出来高调讲话 你先抓这个吹哨者先确定他有没有贪腐才来查我 然后反贪会就进进哈 这样明显的事情然后还会有很多人来觉得没有问题 这是最可笑的 我跟大家讲在查刑事案件里面 我们有独有有铁粉大哥是警官 然后也有一起沙巴去旅行 他身份敏感 我就不要提他 所以我也没有把他的照片放出来 真的有 也是因为我们铁粉大哥的哥哥 然后除了这一位大哥之外 J大哥也有好几位警官有跟我买过书的 我都知道 因为他们书是寄去这个警察局的 所以我知道警察不管是警察还是任何国家 在刑事学里面有一个黄金调查原则是什么 你有经常看书就知道了 马来西亚也应当有的 就是案件发生的72小时 你要马上去调查马上去收集证据 因为时间过得越久 证据就会灰飞湮灭给雨水冲刷 然后给人串供啊 给人销毁文件啊 拿去碎纸机丢掉啊 拿去马桶冲掉啊 对不对 所以72个小时也就是三天的时间 是黄金破案时间 这个是真的有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72小时黄金破案时间 你只有在72小时里面展开调查 你破案的几率才会大幅度提高 如果你是72小时之后才调查 那你破案的几率是大幅度降低的 所以这是很基础很basic 在这个刑事调查里面的观念 我问大家 反贪会33来次 在10多天接近两个礼拜之后 缓慢的叫这5个议员来问话 而且还不是以嫌疑人的方式 就是来协助调查而已 不是以嫌疑人 像上次雷利风行星 林冠英的洋房买贵案大家还记得吗 直接去扣押他带回宾城总部 去住一晚 我有出息在下面唱歌唱这个Beyond的歌我就走了 我觉得很奇怪有马来同胞有印度同胞你唱什么Beyond的歌 但是我有去支持过林冠英 我之前在直播也有讲过 雷利风行 为什么你要马上去抓他 马上去收他的印办公室 像赵明福案件 赵明福就是当天反贪会的官员去到他们的办公室 把所有文件所有电脑都拿走了 然后把赵明福带走 带回去问话 为什么 怕你销毁文件 怕你串供 你看这种捕风抓印 赵明福的案件后来也没有贪腐案 欧阳汉华也没有被提告 都可以这样子雷利风行 为什么现在这个有大量的影片出来 而且明明确确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可以拖了十多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不要去采取行动 你缓慢的去采取行动 其实就帮助这些人 串供 等一下我们会被问话 我们要去这样子讲 把手机的信息delete到晚 把文件搬出去 或者是销毁掉 拿去烧掉 拿去碎纸机碎死掉 所以你在变相帮堂他们 所以这是明目张胆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还有人为这样子的事情开脱 你说如果马来西亚真的可以 允许这样子明目张胆的 汤章王法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还会遭到法制机关的包庇 法制机关的保护 那我们的国家成了什么样子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担忧 也是沙巴案件如今的情况 那这是第一部分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 讲一下邦莫达案件的翻转 邦莫达他之前在高庭被宣判 无罪释放 表面罪不成立 三个贪腐控状 涉及两百多万令吉 三个贪腐控状 被无罪释放 因为连表面罪都不成立 不像Zahid的案件是表面罪成立 所以我讲表面罪是多么的重要 然后总检察署上诉 在总检察署上诉了之后 上诉庭推翻了表面罪不成立的判决 就是说我们查了所有的证词 所有的证人公司 所有证物 发现邦莫达是表面罪成立的 所以order邦莫达回到高庭 去enter defense 为自己抗辩 叫自己的证人 就像那集的1ntb案件一样 给你证人 现在是进入辩防环节 你就要去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所以邦莫达的案件又回到高庭 所以邦莫达还没有有罪 他只是表面罪成立而已 就像Zahid当时的一样 然后这一个案情出来 刚好就在沙巴政府集体贪腐案的时候发生 我告诉你 其实现在的情况 这样子明目张胆的贪腐案 很吊诡的是 西蒙在包庇 这一点很清楚明显 因为他是我们的盟友 哈吉吉也支持我 然后我们要稳定不要乱 所以我们都不要去追究 不要去高调的查这件事情 怕哈吉吉反水 沙巴选举有变数 所以联合政府包庇哈吉吉 不要高调去调查 他有他背后的理据 motive很明显在那边 但是你没有发现 反对党 国盟也没有强力的追击这件事情 所以就有人 也是西蒂人 这些人就说国盟有牵涉在里面 因为哈吉吉之前是国盟的人 他们又想把这个帽子 推到国盟的头上 所以这个是很可笑的事情 国盟值不值得支持是一回事 我也没有投过给国盟 国盟很烂 但是这个很明显 现在是执政党在包庇 像反贪委会 你不要跟我说反贪委会 听慕尤丁的 听国盟的 然后他们也要带在国盟身上 确实国盟 他没有很大力的去追击 他就是说 我们就交由反贪会去调查 他也不骂哈吉吉 我现在骂哈吉吉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瓦里山 瓦里山的人 瓦里山的议员 包括君双 我们的独友 也上过我直播 也是他发了很多他的文告在沙巴 可能大家没有看到 因为新闻不报道 我们这边的新闻 新闻现在是严格被操控 严格被审核的 审查的 关了很多媒体 给了很多记者警告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吗 批评政府的几乎都销声匿迹了 尤其在中文媒体 尤为明显 这个操控是回到马哈迪的时代了 泰山总编辑的时代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瓦里山有很多议员一直在追击 然后这个课题 现在瓦里山的在沙巴议会 在开着会吧 哈吉吉这个案件爆发的时候 刚好在提成着沙巴州的财政预算 所以在里面都有潮 那瓦里山是一个 因为很明显瓦里山的头号政敌就是哈吉吉 哈吉吉是打败了沙菲一 然后当上了这一个首长的职位 大选之后 本来之前是沙菲一做 后来是哈吉吉做 所以他是他的头号政敌 他们去追击 这个很正常 然后第二位是谁 是邦莫达 是巫统的 为什么 邦莫达本来是副首长 他跟哈吉吉在两年前的这个 推翻哈吉吉的政变行为之上 种下了牙齿印 所以邦莫达的立场 巫统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他自己沙巴巫统 他是沙巴巫统主席 的立场跟巫统的立场不一样 Zahid他们其他巫统的领袖 都是说交给反弹会调查 不要下定论 就是若有事无的在维护着哈吉吉 在维护着他沙巴的政府 其实国盟也是一样 就跟巫统讲的话一样 国盟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因为哈吉吉是有合作可能的对象 所以我们不要得罪他 所以在这边也要谴责国盟 就是大家都在看利益 我还想要跟你合作 我不知道大选你会输 你会赢 我们以前也合作过 未来也有合作的可能 所以我们不要把脸撕破 不要把桥烧掉 所以我不要在你还没有被定罪 还没有被定案之前先得罪你 因为我还想要跟你合作 其实最终看的还是利益 所以我一直都讲政治人物都是看利益的 他们看利益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不能纵容他们看利益 我们要监督他们 你不可以看利益 你要为国家 不可以只看你自己 不可以只看你的党 如果你纵容他们去做 那最后受苦的必然是我们平民老百姓 因为利益是哪里来的 不是从地上种出来的 不会有的 就是从我们的明知明高身上给刮来的 所以调诡的情况就是如此 只有这两方面在强烈的追击这一个课题 帮莫大师直接讲 你要make sure你的政府go clean 然后你要下来要强力的调查 应该要先suspend等等等等 讲了很多话 然后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被对付了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浮想年篇了 老实讲你说有关系 我也不认为了 因为上诉庭的法官很少 大概只有20多位 他们都是属于大法官的 我们联邦法院的最大法官只有10位罢了 你要真的去操控也没有这么容易 也没有这么容易 而且不是说刚好定在这个时间来宣判 这个上诉案的结果 也不是啦 是这个案件已经走了很久了 帮莫大被无罪释放也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了 所以纯粹就是一个巧合了 但是帮莫大师一直在追击哈吉吉 这一点我们要支持 帮莫大师我其中一个一直骂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是比较开明的人 他去赌博嘛 大家还记得嘛 所以我说给东马人做首相 就算是帮莫大我都支持 因为至少他们有开明的思维 开明的想法 多元族群共存共荣的想法在里面 原因就是如此 所以最后你从这一个沙巴基底贪腐案 即使你侧面影证了什么 Shafi'i的政府有多么清廉 Shafi'i自己本身有多么干净 你看哈吉吉才上台多久 两年的时间 就搞出了这样子证据确凿的答案 而且是在他自己掌控一切 他是首长 他掌控一切 然后联合政府也支持他 也保护他的情况之下 还爆出这样子的答案 你想一下 Shafi'i经历过两个政府 联邦政府转换 然后这个州政府转换 然后都对他有敌意的 虽然他现在支持联合政府 但联合政府都是处处在撤走他的 大家都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一点 安华也很小气 你之前要跟我争首相位 你之前讲我拿不到人 他也记仇在那边 所以处处都在撤走瓦里山 要谈合作也绝对不会跟瓦里山合作 对不对 但是瓦里山是最早支持西蒙 最早支持安华 那个沙巴还没有过来 沙拉越 哈基基还没有过来 还是最早支持他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Shafi'i是不看个人恩怨 这个我之前讲过 但是更重要的是 经历过这两个政府的转换 Shafi'i竟然没有一条案件被揭发出来 他已经没有大权在握了 而且掌权的人都是对他有敌意的 尤其是哈基基 安华也有敌意 哈基基是更多的敌意 可是Shafi'i跟他身边的人 竟然没有一条案件被控上法庭 竟然没有一个证据 没有一个影片被这样子流出来 多么大的差别 多么差的差别 不只是有东西流出来 而是你对这个政府的掌控 政府对你的友好程度的差别 营造出来的情联 所以这一点是大家必须明白的 那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即将要举行的沙巴州选举 因为沙巴州是2020年的时候 解散重选 当时希莱登政变之后 所以他是最早举行州选的州数 最迟就是2025年 2025年年终 一般上不会拖到最后一刻 就算最迟也是给他到八九月这样子的时间 确切的时间我不记得 所以在最可能的时间就是明年新年后这样子的时间了 可能二月到五月之间的时间是最可能的 所以大家现在 欧爱选沙巴 因为他是其中一个会动摇国家政权的选举 大型选举 而且沙巴的变数非常之多 青蛙多 你看瓦里山本来中选20多位州议员 现在只剩10位了 全部都跳掉了 塔吉吉本身也是多次跳槽的青蛙 对不对 青蛙很多 变数很大 然后沙巴又是重要的州数 又在东马 然后资源又很多 然后又一直有这样子的传统 这样子的贪腐案 然后沙巴是最穷的州数 所以大家都在关注着沙巴州的选举 各种合众连横都在谈着 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谈 那现在趁着这个机会就简单的谈一下吧 当然不是深入谈 其实西蒙一定要找合作对象 因为西蒙 诚信党跟公正党在那边是超级无敌弱的 上一届州选 诚信党跟公正党是超级无敌弱 诚信党只竞选一席 大败 没有席位 公正党竞选蛮多席的 10多20席才赢下两席 10多 之前好像是10席左右了 在更早之前就更多 跟Safi合作了就变少 所以公正党也不喜欢Safi的原因就是如此 其实最主要是靠华人票的行动党 行动党也不多席位就是10席以下 所以他们是没有可能可以自己去打的 而且行动党在沙巴也一直都有沙巴的盟友来合作 他们没有沙巴盟友的时候是 很难可以赢下来的 所以 现在就存在一个两难的情况 因为安华是西蒙的 是西蒙 西蒙要跟谁合作 是要跟哈基基合作 还是跟巫统合作 当然最完美的方案是三党来合作 跟巫统 跟GRS 就是哈基基 然后跟西蒙 可是席位不够分 西蒙自己都要竞选 20 30席 因为公正党他一定要竞选10多席的 诚信党可能一两席 行动党自己也要10席左右 你就算20席了嘛 巫统 打底也要20多席 然后 GRS 我现在是政府的主导 你不可能只给我个位数的席位 只给我10席 也不可能 所以大家都要大量的席位 就让谈判很难进行 你最多就是两党合作 看是跟巫统合作 还是跟哈基基合作 就是如此的情况而已 比较可能的情况 应当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还没有详细去分析 现在来看跟巫统合作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安华 毕竟还是更为亲近 是看GRS 那边要怎样去安抚他 怎样去settle他 所以12月 其实沙巴要换元首 沙巴州的元首 朱嘎已经 已经做了很久了 也extend过了 extend了一年了 而且元首你做了元首其实是形同于你获得了免控权 因为你要告元首 就类似于一周之书单 你是要特别法庭的 没有这么容易 你要大废周章 然后是高调的案件 总检查书也不管轻取妄动 所以很多人都要去争 穆萨阿曼就是其中一个要争 在上个礼拜 两个礼拜前的时候也传出谣言 就是穆萨阿曼去做了 如果穆萨阿曼去做 那行动党又是再一次大大的被打脸 穆萨阿曼执掌沙巴州18年 然后各种各样的弹腐疑云 之前是给行动党批评到体无完肤的 大家要记得 2008年的大选 穆萨阿曼输掉选举 丢掉沙巴州政权的时候 他是跟他的儿子 他们两个都是议员身份 竟然跟他的儿子逃跑逃去英国 怕被抓 马上被逃跑 然后宣誓都不敢回来宣誓 直到要被撤销议员资格 他儿子是议员知道要被撤销议员资格才回来 然后来宣誓 然后就去应付他的案件 然后最后他们的案件当然不了了之了 后来合作了 就变成不了了之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些事情 如果穆萨阿曼真的做 就是跟白毛一样 沙巴的白毛 白毛这个名字是谁取给他的行动党 说他是贪腐 俱饿比马哈迪还有钱 比郭赫连还有钱 结果安详晚年 家财万贯也没有事情 穆萨阿曼就是想要像白毛一样 我执展沙巴州18年 我钱很多 我势力很大 就给我一个皇位安详晚年 所以这个事情 大家一定一定要关注 而且这个位置其实是很大的蛋糕 你交给谁 谁就可以获得稳固的利益 而且这个利益像我讲 是得到法律的保障的 所以哈吉吉 其实他这一边也在积极的游戏 想要拿下这一个位置 让自己亲信的人来出任 所以到现在还处于扑朔迷离的情况 这一点是大家也要关注的 那瓦里山的情况是什么 其实瓦里山我很多朋友 当然有一些朋友也已经 有一些独友也已经跳槽了 他以前是瓦里山 有看我们直播 现在也跳槽了 我就说不说是谁 有两三位 瓦里山几乎被瓦解了 但很庆幸的是 瓦里山还在奋斗的 当然他有做错的事情 我刚才有讲 也有骂他 但是他这个立场还没有变 没有因为利益而走偏 还是什么 这一点我们值得赞扬了 那瓦里山 我直接跟我瓦里山的 议员的朋友 我们的独友 或者是朋友 先想西渡了你赢下沙巴再说 你们确保你有根据地 那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因为现在没有第三势力 你拿下了沙巴 那你这个第三势力的力量 就是我们跳脱西盟跟国阵 或者是国盟 这三档之外 有一个为我们开明路线来争取的 大家看一张照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在我的手机有 但我不要公开发这张照片 因为很容易被标签 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啤酒课题吗 你跟啤酒拍照 还记得Slangord的滑小 为什么后来会变成 滑小一眼敬酒吗 为什么 原因就是 有一元跟酒的标志拍照 只是跟酒的logo拍照罢了 就搞到滑小以后 不可以出现酒标志 明明白白写在他们的这个规则里面 但是有一张照片 是Shafi拿着酒 拿着青色的酒 Caspard 酒瓶 倒酒给出席宴会的人 你想一下 这个是多么巨大差别的情况 所以希望瓦里山好好振作 也坚持做对的事情 同样的 Muda 也是如此希望好好振作 坚持做对的事情 让马来西亚有第三势力 我们也要给他必要的帮助 所以大家好好的 善用手中的选票 去壮大这个第三势力 去壮大这个监督的力量 我们国家才会变好 所以像瓦里山 其实我讲过很多次 只要私下有聚会过的独有 我都是讲一样的话 如果沙巴 西蒙他们谈不拢 全部单打独斗 六大势力 其实在沙巴有六大势力 我就不深入去讲每一个势力的强点 大概的讲因为也要两个小时了 六大势力全部单打独斗 国盟 GRS 明星党 西蒙 巫统 还有沙巴的本土土著 飞幕斯林土著政党 全部一起投下去 KTM的政党 一起投下去 大混战 那瓦里山的声望是很大的 瓦里山可以赢20席 30席 甚至单独执政 可是这种情况很难发生 因为像我刚才讲 西蒙应当很可能会跟巫统或GRS 之间二合一合作 三合一也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比二合一小一点 因为没有人肯让 除非西蒙真的愿意让 公正党愿意退 不过公正党一向夹头不会退 行动党可能会让 可是行动党也让不了太多 最主要是公正党要不要让 公正党一向夹头 而且公正党在沙巴 是一直在内乱 一直在内斗 主席换了又换 换了还要换 然后一直在那边吵 所以除非公正党愿意退让 那还有谈的可能 但现在没有这个可能 以后有的话 我会再分享给大家 看不到这样子的契机出现 他们两个合的话 瓦里山还有一丝机会 但是会比较难打一点 如果他们三个合作 来打瓦里山 那瓦里山是死路一条 瓦里山死路一条 瓦里山单打独斗 基本上是肯定的事情 有人要抹黑瓦里山 说跟巫统合作 其实在我看来 瓦里山很难跟巫统合作 如果他要跟巫统合作 他倒不如直接加入巫统 加入国阵 可以了 他们之前也是在一起的 因为巫统本身就是大二 瓦里山也是巨无霸政党 在沙巴是巨无霸政党 他们要合作的空间是很小的 只能跟一些小党合作 所以瓦里山现在是处于单打独斗 顾家寡人的情况 他要尽力去找这些小党 尤其是KDM跟华人 有力量的小党 但是很可惜 在沙巴没有其他华人 有力量的小党 KDM的小党 有力量的是有的 来合作 来壮大自己 这个是他一直要做 但是也非常困难 因为瓦里山现在处于劣势 这些政党 尤其是沙巴政党 看的都是利益 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底下你输呢 我当然是 慎望排在第一位 所以今时不同往日 他极大可能会去单打独斗 他拉着巫统的手段 一直 你看没有正式谈过 像巫统跟行动党 是正式谈过 巫统跟西蒙 是正式谈过合作 瓦里山没有跟巫统 正式谈过合作 可是为什么一直谣传 其实道理很简单 这个是瓦里山的策略来的 我这边分析给大家 为什么 他就是拉着巫统 因为巴默塔斯也跟西蒙 不是很熬 然后跟哈西基也不共台天之手 他只要拉着巫统 让巫统不去跟他们谈 让他们的结盟不能成 瓦里山大胜的机会 很大 全部单打独斗 他就会大胜 所以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 他不否认 有这样的谣传 他不否认 也不承认 就静静 就是希望巫统不要这么快谈成 你们越难谈成 我就能达到越好的效果 所以这是我对沙巴政局 比较简易的看法 深入的时候 等之后有时间再来谈 在这边就分享给大家 那好吧 加 Time 重新的名称 耳 vs